欢迎收看缤分娱乐秀 我是小宇 很高兴能够和您在这里见面 我们会每天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创造银城团业 周深宝藏舞台在加一 不愧是百万级音响修理师 创造银2021已经落下帷幕 总决赛之后各种话题也上了热搜 但大部分都是吐槽 假唱电影明显等等 好像只有周深在认真唱歌 周深一开口好像效果气瞬间全开 舞台一下子变高级了 之前学员的表演 暂不论是开卖了还是没开卖 和前几期比起来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修音的缺失或修音的仓促 而周深一唱歌那就是人肉修音 无论音准细节还是震撼力全都是另一个世界的 这首歌的主题非常适合助阵决赛舞台 它的原版相对比较接地气 周深的声音和伴奏里加入的钢琴 给了这个版本更多金光灿灿的豪华感 周深增加的强弱处理和最后的吟唱 从人生上让这个版本更有层次感递进感 更适合大舞台 整体演绎比较接近之前的This is me 有力并且有感染力 但这次的状态更好 力度更强 也更收放自如 谁在现场不被它强大的能力感染到 生日技巧应准应高 只是骨架和基础 更重要的是共情能力 它的音乐太有故事感画面感 能让你随着它的声音律动起来 还有即使同一首歌在不同的场合 它不同的设计和随心即兴 哪怕妄词乱编 都是是每一个独一无二的live的魅力所在 它试验我们喜欢的是它的鲜活和灵动 而不是机器一般的复制粘贴 最后那一嗓子高音 把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天上的感觉 真的很厉害 创造影舞台上周深最厉害的三个舞台 自己按门铃自己听作为开头炮 证明身为导师的Focal实力 我们一起创提供Focal范本 在全开卖唱跳下依旧稳的一踢 Champion的作为中场表演 为我们现场印证抄歌的智里名言 同时告诉学员们 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首歌既是唱给所有创造影学员们 也是唱给他自己的 坦然面对大步向前 一年来周深丝毫没有倦怠 不停去挑战去探索 贡献了几十个拍案叫绝的神级舞台 或深情婉转 或大气磅礴 或活泼喜乐 或迷醉梦幻 风格迥异 声线多变 唱法也是 已经从美声流行民族戏腔进发到少数民族原生态 他的低音越来越稳实 高音越来越透亮 台风越来越成熟 真的英文那句话 只要你听到他唱他就赢了 4月25日是去年歌手当打之年总决赛的日子 去年这个时候他因为某些原因提前退出舞台 甚至没能唱他总决赛第二轮重新编曲版的不想睡 一年过去他脱离原公司单飞 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他几次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甚至上了央视春晚 他贡献了近百个优质Live舞台和原唱歌曲 其中不乏震撼无比的The Rebel 难度升天的江湖蜜之音感人肺腑的This is me 这一年他登上了好多综艺节目 连快乐大本营都去了三次 相传目前综艺女妖必有周深 这一年他忙碌无比 事业越做越好 作为粉丝真的想要感叹 一路走来 他不仅看清命运发给他的台 还把寿中的台打成了王炸 他之前诸多艰难的境遇和扎实的唱功 正在成为其迅速上升的垫脚石 他的歌终于被更多人听到了 借用粉丝的话说就是 在最温柔最活泼可爱 孩子气的外向下 他有着最坚韧最刚直最成熟普世观的内核 他是最有追求也最有分寸最灵气的那一类男孩 他是一个全然没有偶像包袱的真正的偶像 终于官宣 周深荣获年度亚太最佳议员 校战赵丽莹紧随其后 年度亚太最佳议员评选结果正式官宣公布 周深不负众望 成功登榜 并以13305835的总票数 成为该奖项的冠军 说起周深 我想多数人是不了解的 但就在这次评选比拼中 作为歌手的周深 却能超越众多顶流成功问名冠军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一歌曲 认识周深的人都知道 他有着天籁之声的光环 也如很多才艺过人的明星一样 泯然于大众 真正让周深成名的是他现唱的大鱼 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 他用被上帝亲吻过的嗓音 彻底征服了观众 也开启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特别是这两年 他现唱的影诗剧主题曲 一首接一首 几乎所有的歌曲都能进入 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单 因此 凭借优质歌曲深入人心 成为大家熟悉的人物 二众多声明 要知道 在娱乐圈混 如果没有聚集大量粉丝 没有粉丝的支持 是很难混下去的 如今在这个短视频时代 网红或直播博主都知道 要想在短视频立足 想成名就得汇聚大量粉丝 粉丝是成名的基础 因此 周深要想快速成名 就得想办法得到粉丝认可 不过 周深还是有幸运女神眷顾的 这两年他与先后多次出现在 综艺节目中 在用歌声继续征服观众之时 他也用搞笑碗梗收获了众多的生命 他的粉丝覆盖人群很广 涵盖了老中青以及小朋友等各个年龄层更为重要的是 这次评选活动的载体 选择了几乎是全民都在使用的某性平台上 使得周深获奖率大幅度提升 三拿奖证明自己 出道的李一峰由歌手转型做演员 虽然被质疑面瘫 演技差 但他依旧越飞越红 公动性最大的是他凭借老炮而打败张艺 段艺红下雨 顺利拿下了第三十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男配角奖 被质疑胜之不武 他现在能证明自己演技的渠道就是拿奖 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演员都很渴望拿奖 因为拿奖就是一种身份 更是一种包装 在当今的影视圈里有各种大奖 如金鸡奖、金马奖、金像奖 这三大奖项都是炙手可热的大奖 所有的明星都喜欢得奖 因为得奖不仅能证明自己的演技与能力 更重要的是得奖后 就可以名正言顺涨身价、涨代言费 这是做演员拿奖的价值 奖拿到手软了 价值就有了 身价自然就提升了 因此 他要成名 就得凭借他的歌曲征服听众 好在这两年 他现唱的影视剧主题曲一首接一首 几乎所有的歌曲都能进入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单 这个成绩是不错的 这年头初来混 没有成绩 没有奖项是很难立足的 此次 周深能荣获年度亚太最佳议员的称号 足以证明他还是有实力的 想象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次 周深能荣获年度亚太最佳议员的称号 离不开他庞大的粉丝群体 踏平实力征服了粉丝 荣获最佳议员称号 如何优秀的周深 睡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